我們實驗室是致力於第三代半導體 Gedding Nitride這個材料的這個原件的製程跟材料的生長 那這個原件我們是可以把它做到非常小的這個MicroLED Display 它的MicroLED的Size大概小於5Micro 兩Micro到5Micro之間 那其中的一些應用呢是可以做穿戴式原件 然後還有呢就是ARVR的一些應用 那ARVR的一些應用呢是會來結合5G、6G的場域 會對我們人類呢有非常大的一些創新 那現在最流行的一個Turn叫Metaverse 那就是我們未來的研究方向 實驗室呢近期在奈米LED這邊有一些技術的突破 最主要呢是為了更高解析度的MicroLED 其實很努力 那它的技術呢基本上呢是由 E-Beam 電子素呢做Pattern 做出它的外型 然後我們用10顆的方法把它10顆進去 全彩的這個技術呢都應用在這個 用奈米技術呢把它做出來 我們同步呢要結合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叫 奈米碳針技術 因為它的Pattern已經非常小了 我們要用奈米碳針技術呢跟它做結合 我們做ARBR眼鏡呢其實很希望呢它越輕薄短小 這個材料呢還是基本上是淡化甲Bass 但是我們呢所做的方法呢是所謂的3D結構 我們是用累積的方法呢累在它的周臂側臂 不是累積在它的平面的 我們已經變成3D立體的方法 就如同半導體的方法 現在已經做成FinFed 那我們把LED呢也把它做成垂直式結構 MicroLED呢有別於一般的LED呢 它速度會比較快 但是呢我們又結合一個所謂非極性的 這個Semiconductor的技術 那這非極性的Semiconductor呢 也是累積把它調到非極性 那這樣子的話呢我們做出來的結果呢 我們可以看到學生現在正在測量 綠光LED 綠光的MicroLED 我們速度呢可以最快 OOK就是所謂的On and Off 可以測到接近2Gbps 那OFDM可以到5Gbps 那我們跟市售大家如果現在知道的 LED的速度呢都是MHz等級的 我們速度已經到Gigahertz等級 那是結合製程技術 非常小的MicroLED 配合新的材料 叫做非極性材料 一起做出來的 MicroLED呢 剛才有介紹綠光的MicroLED 實際上我們最後是用做出藍光的MicroLED 那藍光MicroLED呢 本身呢 我會結合量子點的技術呢 讓它變成藍色呢 去Pump 綠色跟紅色的量子點 變全彩的技術 我手上拿的呢 就是QDPR的一個Technology 那這個技術呢 我們這個Size呢 是要做到Apple Watch那種Size 未來改呢 我們就是全彩化技術呢 是可以做到單一晶片上 我們的訴求點是 我們叫做三合一的MicroLED的晶片 而且我們最後呢 還加上了比較好的一個 製程技術叫ALED的技術 讓整個元件呢 到現在這個擺了兩年多了 我們現在還是可以展現出 還蠻好的這個全彩技術 我們這一套系統呢 就是叫做Portal Luminescence系統 叫PL 好 那我們的PL呢 兼具兩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呢 是變溫 第二個呢 時間的變化 就是我們可以做叫做 Time Resolve的Portal Luminescence 我們利用呢 這兩個技術呢 低溫與室溫的這個比較呢 我們就可以把量子效應呢 給算出來 好 計算出來 那我們要做出最好的LED 或最好的MicroLED呢 這種量子效應呢 是非常的重要 我們飛極性的這個 MicroLED呢 也是呢 用這套的檢測技術呢 把它optimize它的掌精條件 好 讓最後才能做出 那麼好高速的元件